Toni 是一位摄影系的学生 他正以时速126英里的速度降落 这是他第一次体验自由落体摄影 他在录影的同时也在拍摄绝妙的相片 Toni 在全程只用了 一只手机 HTC One Tony Mac 热力推荐 大家好 我是飞小鱼 虽然说我们跑步玩人生已经过了五十几 但是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 每一次每一次 然后我找来的来宾都会让我有不同的感觉 跟不同的惊喜 那我有时候会在FB上面这样子写 我就说我真的觉得我是个很幸运的人 因为我都是得到第一手的这个消息 然后每次为了找 当然我也一直会去找来宾 然后找了来宾之后就要做很多的功课 然后常常就是每次在做的时候 就会让我重新认识一个人 那也很庆幸说因为有跑步玩来宾 可以让我比较深刻的跟这些跑友们 然后我们就突然之间就 或许是进入了彼此心灵层次的一种交流 而不是只是在马场上面 大家说嗨小鱼 然后嗨某某某 像今天这个来宾 我就会跟他说嗨邝玉 他就是郑邝玉 邝玉你好 小鱼好小军好 大家好我是郑邝玉 邝玉其实我在要来录节目的前一天 然后我就透过FB 然后写一个讯息说 邝玉明天见 就我在写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才看到说原来他在去年 你是去年11月的时候是不是 去年11月的吧 对 他那时候又给我加入朋友 然后就已经有写过一个讯息 给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晓得我们两个 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那后来我只知道 其实我后面我也常看到你 那在FB上面看到就觉得 这个男生写出来的文字 还蛮有 很有那个文艺青年的这种气息 我就觉得还蛮不错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欢讲说 我是试文字的飞小鱼 所以我对文字会比较敏感一点 那真真真真心气 想要找邝玉来上节目 是因为我后来记得 在我刚刚动完手术之后 然后我看到了 有一天邝玉写了一个说 他癫痫法作 然后应该是5月21号 然后从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说 我想找 我就跟小军说 我想找邝玉来上节目 因为我觉得 跑步完人生 我想找有各种不同的经历 不同的故事 我还是要再一次强调 这跟你跑得快不快 是不是高手 自不自身 一点关系都没有 哪怕你根本就还一场马上 都还没跑 当时的小V嘛 对不对 方小V 那因为我想找就是 可能有很多人 我们跑步的动机都不一样 那我在想 我不知道邝玉 你是不是因为 癫痫症 才让你去跑步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你开始跑步的动机吗 但是我知道这个带给你 很大的能量 其实我一开始跑步的时候 是为了要减肥 啊真的 对对对 因为大家的理由 其实很多都是 从减肥开始的 因为我开始 以前的运动之后 开始进入职场之后 已经慢慢没有运动了 那没有运动之后 加上说 就是非常 整个人就是像沙发 像那个 什么potato potato 我常说很多人都 把自己变成一个马铃薯 然后都不想动这样子 对 那九二九十四 其实我最胖的时候 有胖到快要七十五公斤 真的 对 然后那时候觉得好像 人上好像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不是很好的方法 所以就决定说 我要开始运动 然后那时候也是骑单车 然后也会游泳 可是跑步算是一个比较特例 因为我以前是很不喜欢跑步的人 对 因为我跑不动 对 我一开始跑的时候 我大概五百公尺 我就停下来了 对 而且是跑步 对嘛 我就说没有人一开始 我记得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我相信你们都有看过嘛 那个强风吹拂啊 对对对 那当然是 那是真实故事去做成小说 可是他里面的那个 大家我们都在讨论一个人说 那里面叫什么王子的 说他第一次就跑五公里 跑三十三分 我说哇 对啊 我觉得太夸张了吧 好强吧 对 因为我们谁不是从一圈两圈开始累积起的这样子 对对对 那后来因为跑步的关系 慢慢的我的病情有比较控制的下来 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 比较让我对比较 算边际效益的好处 就是我本来也不知道说 我可以病情可以慢慢的控制的下来 因为那时候我还是有发病的状况 可是开始运动之后 体力有变好之后呢 那病情稍微就比较稳定下来 对那我没有刻意说 因为癫痫的关系 所以一定要选择跑步这条路 但是我觉得 应该是他不是你的动机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反而让你整个 对对对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 真的是脱胎换骨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 也算跑多久了 其实我仔细算来 我只有跑大概一年 一年不到吧 我的出马是去年的富邦 对一年不到 对而且我也是 我今年 那不就不太半年 没有应该我其实之前 2010 2009年都有跑 只是都跑那种3K 5K那种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但是好像是你现在 我知道你是不是 你如果说假设去年富邦跑出马 你是今年就完成50 三月就跑了50公里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对那为什么会 因为我现在看到你的文字上面来讲 几乎你已经把跑步变成是你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看到你好像这个礼拜雨停了 好像是从上个礼拜连台风架什么什么 你每天好像觉得说你都飞出去跑一跑不可 现在跑步对你来讲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跑步就像你讲的跑步是一种生活态度 也是一种人生的方式 那如果说今天不管跑得快或慢 但是能跑跑步能感觉一下那种风的感觉或流动的感觉 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情 而且毕竟其实你一直坐在同一个地 一直做同样的事情看同样的影片 甚至说你过着一样的生活 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去外面走走也好或看看也好 那我走了一点距离之后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可以看再远一点 然后慢慢的就会一直开始有一点跑步或怎么样 那我喜欢跑步是台风那天跑步是因为就是 刚好可以看不同的城市 对我跟我朋友讲说我要去那个勘察一下台风现场 可是事实上就是只是去绕一圈 然后绕很大一圈然后去看看说 有没有不同的风景或怎么样 可是我比较好奇一件事情是 我也曾经在我曾经看过你有一段文字 你说应该不是一段文字 我先看一个新闻报道 就是你们是不是今年曾经有过一个活动 就是滇贤的那个那个滇贤的运动会 对你可以讲一下那个那个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 然后是一个因为我知道你也是代言人之一 对因为今年刚好是伦敦奥运 那在滇贤自由协会还有滇贤医学会 为了配合伦敦奥运有推广出就是一系列的 然后这一次刚好五月多的是滇贤的运动会 那那个滇贤自由协会他们有说有需求是一个滇贤的 一个滇贤病患但是他也要同样是一个运动员 对那刚好我是算比较好的范例 而且我控制的状况还蛮稳定的 所以他们就决定让我推出去 然后让我去做这样子的代言活动 我想就是借由这个机会 然后邝玉可以跟大家讲 因为我知道你有在上面讲说 其实滇贤上的症状是什么 那有些人他们可能看到会害怕 事实上癫痫的人是不会伤害伤害周遭的人 对不对 其实癫痫发病的状况其实是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的 那而且其实一直有一个错误观念 就是大家认为说癫痫发作的时候 赶快塞东西大家嘴巴里 对对对 以前电视都是这样演啊 对 但是这是错误的 那我有好几次发作的状况其实是不稳定的 所以我吃过大概书 我吃过书本 我也吃过手指头 谁给你吃 就是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 有一次做客运回来的时候也没有 有昏倒了 然后有一个很帅气的男生就毅然居然把手伸到我嘴巴里面去了 然后我就哦不要 对 可是你也没有办法因为 对但是其实癫痫病患会真的咬到舌头的 其实是非常少数的 对 那为什么 因为电视这样教啦 所以大家很习惯就这样看 对 可是这其实是错误的 对 那其实应该是怎么样子 其实应该很简单的就是 如果当癫痫发作的人的时候 就是保持他的呼吸畅通 然后不要不要有东西塞在喉咙里 然后呼吸畅通状况下 其实你只要让他躺着 让他好好休息就可以了 然后大概是三到五分钟之后 他会慢慢的苏醒过来 对那如果三到五分钟 他的状况还是一直在发作状况 就是类似像紧绷的抽筋那种状况的话 可能也许就可能要麻烦各位 就是要打电话叫救护车 对 那像你这个病跟着你多久了 我18、19岁开始发病到现在 对 他也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 然后没有办法说是 不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然后不会复原吗 嗯 他有先天跟后天的问题 就是有些人是遗传 那有些人不是遗传 那对于我而言其实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家里人没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应该是后天的问题 可是有些人是吃药可以根治 有些人是动脑科的手术可以根治 对那我现在的状况是 我只能用吃药控制 因为我只要停药的话 我就有发作的危险 那我已经报好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我会跟这样的病症 一起做一个好朋友 做到我的人生的最末 嗯 因为我知道我看你们上次那个 活动就是刚刚讲5月12号是不是 对 那我有看新闻报道嘛 然后他上面就讲说 有一个他们他们的说法是说 像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你就是运动 嗯 然后你又完成了50公里 嗯 然后其实你就是靠运动 然后来改善自己的病情 可是好像有一个妈妈就说 他的女儿啊 然后他就一直让他去游泳 那本来都很好 从一个月发作25次 到最后变成七八次 本来是改善很多 可是后来有一次他在游泳的时候发作了 就被拒绝 对 不要再去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社会上好像也是会对 就是还是有存在一些不公平的现象 其实其实因为癫痫病患 他毕竟他发作的状况是让人家很害怕的 所以大家对于癫痫病患会抱持着一种拒绝 一种有点害怕的这种恐惧 甚至说职场就业职场 他也不会让癫痫病患进去 哦真的啊 也有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真正领友癫痫的 那所谓的残量手册的人 是不能考驾照的 嗯哼 对是不能考驾照的 可是其实因为癫痫病症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带着那种所谓的危险 应该这样讲就是癫痫病患 根本不会危险 因为他发作就是昏过去而已 对 所以他没有对外人是造成危险的 那为什么因为像你讲的那一个游泳池的事情 我很了解是因为刚好妈妈是我的好朋友 嗯哼 对那他的女儿发作在游泳池发作之后 他因为他也是很担心 可是发作之后游泳池就告诉他说 不好意思以后你的女儿不能来游泳了 嗯哼哼哼 可是对妈妈而言 他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事情 对啊 因为他好不容易让他的女儿因为运动 然后改善了他的病情对不对 重点是最后妈妈就去成为了一个救生院 哦真的啊 真的这是一个真的事情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还蛮感动的 那我不得不承认 呃也许天前发作会造成很多人的困扰 会担心会害怕 可是其实他并没有所谓的危险性 因为我知道你5月21号那天写的就是说 你那天整个人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对 然后你就觉得很怪 后来你就决定只跑5公里 就回家了 那果然回家的时候就发作了 其实我那个发作是小发作就是有点失神 那没有到很严重的发作 真的严重发作我会整个人混过去 然后就会大小便失禁都会 然后那天发作只是精神状况比较不稳定 然后我坐在楼梯间坐在那边慢慢等他发作完 然后意识慢慢清醒回来我就没事 对那对我而言其实是一个可以掌控的小发作 但是你很感叹说因为你们太多的朋友 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造成说他都不敢出门 对 那你反而很勇敢就是不断的走出去这样子 因为你没得选啊 人生很多事情是这样子 就是你毕竟你得到了这样的病症 我觉得如果你不用正面的态度去看的话 其实你就是把自己避锁在那里而已 我以前也有过那种非常封闭自己的状况 对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你这段心路历程就从18岁到现在 对 也超过10年了对不对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应该是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也可以鼓励很多 不管是不是癫痫或者是什么样子 就是你看你是有这样一段走过来的人 那我觉得 你有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感动 你说 有些人然后就是他可能在伤害自己的健康 可是你们就是像你这样的人 你确实只想要很努力的活着 对 对 那看到这句话为什么很有感触的原因 因为我到现在我也始终记得那一天 我记得我是为了背个马拉松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去河滨那边跑步 然后那时候的连续两天傍晚 我其实很久很久没有跑 夜跑那个淡水河 然后那是第二天我又去那边跑 那我记得那一天我的选择是从大稻村往左边 也就是说我是从淡水河要跑到新天溪 那我跑一跑之后我后来发现 有一个桥的桥边有很多很多人 那我跑过去 我那时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然后跑过去 然后后来我就接到了医 那天晚上我要去医院 看我的命运 然后医生就是之前是内分泌科的医生打电话给我 告诉我说 你还没来我们再回诊吗 我说对今天晚上 他说不好意思我要跟你讲一下 你的细胞病变就是恶性的 这样我就想说 然后他就开始一直安慰我说 但是你不一定是癌症 但是这个东西可是你一定要把它拿掉 因为它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造成不好 然后很怕我会很惊慌 可是我好淡定 然后我好淡定 我跑回来之后知道是有人跳河自杀 那我那时候感触好深 我们是告诉自己生命是很美好 你碰到什么事情 不要惊慌 你就是去面对 可以治嘛 这么早发现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有人要跳河 我觉得那就是每一个人选择的点不一样 有些人在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他是抱持的那种心思很消极的 对那是很消极的 我也不妨告诉你 就是每次比赛之前 其实我都很不稳定 真的吗 不是病情不稳定 是会紧张 心情 你怕你会有状况 我每次只要在比赛前 我都会告诉自己说 我会不会发生这样 有电线发作 因为过度的劳累跟疲劳会导致我发作 可是很幸运是因为每次的比赛 我都会控制得很稳定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也不会有发作的问题 可是当然还是会担心啦 那我觉得 如果你要选择用乐观的心态面对 或用悲观的心态面对 这是一个很截然不同的地方 那我曾经忧郁过 可是如果你不走出来的话 你的人生只有这样子而已 对我觉得人生 不应该是只有这样子的做法 你在什么时候最忧郁 大概20出头岁 20出头岁 就那个年纪 然后又刚好刚得病 正是灿烂的时候 怎么会得这个病 对不对 那时候应该是 整个人是比较想象中是 好像是城堡崩塌的感觉 对 然后对什么事情都不关心 觉得把自己封闭起来会比较好 可是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听听看 我们那个匡郁到底是从 怎么样子从一个忧郁小生 变成现在一个阳光男孩 都会 没有